今天要与大家分享如何准备白萝卜焖豆腐 白萝卜去皮,然后切成滚刀形 杏鲍菇千万不要拿去洗,洗了它有流失了的营养 如果不小心洗了,煮的时候它有酸味 把杏鲍菇切成滚刀形,豆腐切成四方形就好 切中间,再切对半 就是变成四小块,胡萝卜去皮,切成滚刀形 将切片,加两汤匙油,放入姜片 放入八角和桂皮,炒到有香味 加白萝卜,加入胡萝卜 加半茶匙盐 加入酱油 少许胡椒粉 黑酱油一汤匙 加入一公升水,然后加入杏鲍菇 盖上盖子后,焖煮 焖煮半个小时,就能加入豆腐 当白萝卜已经煮软了,就可以食用了 半小时后,加入豆腐 豆腐放下去后,就不必去盖它 然后再焖煮半个小时,煮到白萝卜软了 最后加入麻油 这道菜就大告工程啦 推广素食餐,起把佳肴肠 感谢了 沈卜 和白萝卜 交参 沈卜